为展现和平姿态,巴基斯坦于周五3月1日将俘虏的印度飞行员交还印度。 不过,此举并未让两国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根据印巴两国媒体讯息,一日当天,双方仍在相互炮击。 均称,炮击造成几方平民伤亡。 此外,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针对激进武装分子的行动也在继续。 巴基斯坦移交印度飞行员现场,是信新兴国际证兵号,人放了。 相互炮击还在继续。 周五晚些时候,巴方正式将被俘的印空军飞行员阿比南丹移交印度。 巴总理伊姆兰汉,希望借此战线和平姿态。 缓和两国关系。 不过,美国选国广播公司NBC周五报道称,巴基斯坦已经移交印飞行员。 但与此同时,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相互炮击还在继续。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信息。 巴方官员称,周五,印军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LOK,印方一侧向自由克什米尔、AJK,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一部分,展开无情炮击。 造成一名青年死亡。 另有三名平民受伤。 另据印度快报报道,周五晚间,巴基斯坦对印控克什米尔及各地区也展开炮击。 印度国防部发言人说, 多名LOK沿线的印度平民,因此受伤或丧生。 他称, 印度军队正在进行有利与有效的报复。 讯息人士介绍, 大概下午六时左右, 巴方开始对印控克什米尔的门达曼德安尔及克里什纳嘎提克什米尔地区展开炮击。 印控克什米尔爆发枪战。 数名印度安全人员丧生。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PTI、周五报道, 一官员表示, 当天在查摩克什米尔的库普瓦拉·卡普瓦尔地区, 一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成员在内的五名一方安全人员, 在与当地激进武装分子的冲突中丧生。 据介绍, 得到武装分子藏匿资讯后, 印度安全部队在库普瓦拉·贝贝杆地区启动了警戒线与搜寻行动。 行动中, 激进武装分子向安全部队开火, 后者随即进行回击。 双方持续枪战。 有官员表示, 双方多次交火, 一旦安全人员向武装分子藏匿点推进, 对方就会重新开火。 PTI称, 九名安全人员在此次冲突中受伤, 另有五人死亡。 包括一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成员, 一名警察与三名士兵。 印度时报报道则说, 印安全人员与恐怖分子的对峙, 从周四2月28日, 下午就开始了。 冲突一直持续至周五, 经过长时间的枪战。 周五上午, 武装分子不再开火。 安全人员相信被包围的武装分子, 可能已被击毙。 随后包围了一处房屋, 试图搜寻武装分子尸体。 结果, 两名武装分子中, 有一人是装死。 一名警方官员说, 在交火停止后的搜寻过程中, 被认为已经死亡的两名武装分子中, 有一位突然起身向安全部队开火。 造成多名安全人员死亡。 两名武装分子, 均已被击毙。 恐怖主义追踪机构SATP称, 除了2月14日, 遭袭击丧生的40名中央, 后备警察部队成员外。 今年前两个月, 还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 在查摩克什米尔地区被杀。 另有39名恐怖分子, 或极端武装分子被击毙。 2月14日,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 发生爆炸袭击。 至少40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身亡。 宗将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 宣称实施袭击。 印方指责八方支援穆罕默德军, 遭到八方否认。 2月26日, 印度空军12架战机, 越过克什米尔印巴什级控制线, 轰炸穆罕默德军, 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营地。 巴基斯坦军方2月27日称, 当天击落两架通过克什米尔印巴什级控制线侵入的印度空军战机, 并抓获一名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空军飞行员。 此后, 但随而来的还包括, 两国地面部队相互炮击, 两国紧张关系骤然升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